德塔變異病毒來勢洶洶 不符合規格的外勞宿舍環境 隨時可能成為防疫破口 儘管人力資源部副部長拿督阿末望興 早前就建議將雇主違反宿舍法令的罰款 提高到50萬令吉 可是人資部長拿多斯里沙拉瓦南今天卻表示 各領域雇主在疫情下都面對沉重的經濟負擔 因此政府現階段不會考慮提高罰款 如果我們要改善的經濟負擔 我們能夠增加財產 我們需要能夠工作 而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不夠時間還能夠增加財產 沙拉瓦南今早在國會下議院 回答伊斯蘭黨到北區國會議員 澤阿都拉的附加提問時表示 在疫情形勢還沒穩定 以及經濟債務負擔的時候 提高罰款不合時宜 恐怕會脫緩各領域的復甦步伐 但是這也不代表雇主可以罔顧法律 當局還是會依法辦事 對付唯利者 保障外籍員工的基本權利 按照現有法令 一旦罪名成立 雇主可在1990年工人宿舍及設施 最低標準法令下判罰5萬令吉